這個系的主題它有一點探討是 我們所謂現在的消費主義 當消費主義進入到 我們那個美人藝術圈的時候 它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我講一個有趣的例子 它最近這幾個月看了一本 大陸出的關於純潮暖化的一本書 可是它這本書呢 跟我們現在講的完全不一樣 它說暖化其實不見得是不好的 它基本上比如說有十個專家 非常是專業的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事情 它有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是 純潮暖化搞不好是好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以前在某個地方長不出這個 植物的話現在都長出來了 已經發展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它可能是一個冰冷的一種感覺 同時它也有意向是 我們純潮暖化到了 那個那個點可能是一個相反 變成全球的 普通暖化是這個什麼 藍化 它有一點這個意向在裡面 所以我剛剛想要說的是 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這幾年其實很 全球很多事情都在發生 很多事情都在轉 然後它會把這個時代所發生的 所以它一直在發生的 對 所以它一直在發生的 對 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 牛棚藝術村 也就是一個在比較邊緣 如果以城市來說 是在比較邊緣的位置的 一個藝術村 而前進進工作坊這個劇團 在這邊呢就經營了一個 牛棚劇場 牛棚呢其實它以前是要來圖牛的 那別看小它 它一定是有90年的歷史的古蹟喔 那我現在呢 帶大家直擊一下 裡頭排練的狀況 我們現在不是要圖牛 我們要獨宰人類 因為滾 你進行 滾 嘿 唉 為它跟它在意吃 定點的 我們不要聽懂 主要我就要先講一下前進進劇場的兩個很主要的人物就是 陳炳超跟鄭宜猜 他們是我在演藝學院的學長 他們是第一屆的大師兄大師姐 那我自己其實很早就認識他們 那我覺得受他們的影響還蠻深的 因為在藝術學院的時候我學到什麼叫戲劇 可是我畢業的那一年陳炳超 他有一個飛把零來鳥的一個戲 那我是他的演員 那在那邊我學到什麼叫劇場 那所以說我覺得我整個劇場概念有點 是從那邊被啟蒙 所以之後就跟他們是有一個聯繫 然後學習甚至就是九場戲的合作 在過去幾年我都演過阿超跟阿蔡一起不少演戲 那在兩年前阿超就建議我跟阿海道哈奈馬仙 就是Handermüller的Hamlet Machine 那那時候反正我們就有一些反建議 結果就形成了是當時兩年前首演的那個版本 哈奈馬仙 就阿超自己也寫了五段對話 那兩年後就是畢竟你知道我們亞洲劇場的狀況都是資源沒有的 像好像法國這樣我們可以排一年半的戲這樣沒有辦法 所以那都是兩三個月把東西都起來 那總是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想說這兩年後再來做 就把我們那時候覺得還有不滿足的 或是還想再繼續實驗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再做這樣 這原期大概是這樣 我還期待就是說 因為像莫比斯一項阿 做的東西是比較 然後肢體 意向 感情的部分 那這一次 因為就是阿超 就是錢津津因為都是一直 就是在一個邊緣反思的立場 他們的角度 那而且阿超本身的劇場 我覺得他寫的東西 特別在這個劇本是非常思考性的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也很期待 就是這個新的元素 就是進到莫比斯的舞台上 嗯 我想是一個時間 香港的環境 好像現在才開始感受到那種 法羅莫拉 法羅莫拉所說的那種 Song Harmony 就是成人機器 這種感受呢 現在就很強烈 因為現在看到我們 整個劇場環境 整個派文化環境 就是 好像進入了某一種 我想機器不是僵死的 甚至很有生命力 我覺得 進入了過度狂奮 非常有生命力 但是生命力 很雜契 那種很宏戒 很宏門的狀態 可能是這個狀態 我們不僅躲在沙漠面上創作 我們不僅躲在沙漠面上創作 當我們打開門 搞劇場的時候 就發覺整個環境 自身都變得很厲害 而且好像觀眾大台在那裡變 所以觀眾的選擇 品味 他們對劇場的需要 都不同了 那樣東西是 令到你 沒得逃避 所以是由這一點開始 然後跟著就發覺 原來不單是香港是這樣 不單是 小型專業劇團是這樣 無論超劇場 傳統劇場 都實驗劇場 所有現代劇場都是這樣 然後跟著台灣是中國的 特別可能是 看到台灣和中國的現象 特別是中國 發展給香港 因為看別人更加好像 容易敏感 或者冷靜地看到 看到那個發展真的很驚人 那樣東西是 令你 看回頭一次 不得不去看看自己 自己現在自身 演員組合方面 有北一大的畢業生 有香港的APA 但也有些 阿發他是很資深的 那個實驗劇場的 台灣的那個演員這樣子 也有來自 上海的京朝這樣子 他 我覺得這支排列是很有趣的 但有趣裡面 我們有找到一個 那個 common ground 那個核心 其實每一天早上 我們都會花一段時間去做 那個 訓練 訓練 chorus work 跟那個 physical work的部分 其實 我也非常訝異 他們都非常好 這次我們找到的 演員裡面 其實physical都很好 其實他們有各自的training 有些可能是從 類似Kotowski的 有些是幼聚場 有些是實驗聚場 有些是實驗聚場 但是 我還是是水運派 但他們都 共通的 physical很敏感 所以我們在 這個禮拜的排練裡面 我們在做exercise的時候 是蠻快的找到一種 非語言的那種默契 跟understanding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一個很好的開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一些蠻 蠻有趣的東西會發展出來 對 其實形式上 我覺得就是跟 這個實驗這樣子 第一個是 蓄勢的那個方法這樣子 所以這次是文本上面 阿超也是會用一種 比較就是說 新聞本的那種方法去 去寫他的劇本 所以 這次我們在那個蓄勢方面 所以跟一般的那種蓄勢體的 所說 劇場看到的 台灣劇場看到的 那種 傳統的戲劇 有非常大的差別 所以這個 書詞的方面 我覺得是對於 一個 我們 以為台灣劇場裡面 可能有一個新的 一個可能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在戲裡面 另外一個在 會很大部分 會做到的 就是那個 那個 physical 的部分 physical 跟 chorus work 就是歌隊外式 那種形式類 去 去 去 創作這個 跟那個 戲的內容 發生關係這樣子 因為 那個新的歲式 形式裡面 其實有很多 原因都是 因為我們是 歌隊的形式去 去表達 所以就是 這方面是 我們 為 為座的部分 這樣